中華民國憲法下的九二共識 是我們要走的 最重要的一條正確方向 韓國瑜稱 不可能像民進黨一樣 親美仇中 這是一個大是大非的問題 中國官媒央視力挺 韓國瑜參選院長的宣誓 國會龍頭忙著談九二共識 加上韓國瑜在高雄市長任內 曾踏進香港中聯辦 有立院資深助理質疑 這樣是何當立法院長嗎 現在在很多非邦交國的 國會外交做得非常好 很擔心這些豐碩的成果 如果在韓國瑜當院長之後 可能通通都不見了 立法院的龍頭 是不是能夠代表台灣的立場 其實我們當然是相當的擔憂 民意要大於黨意 一定要能夠去維持 台灣國家自主的尊嚴 專立委也擔心 過去四年民主台灣 吸引79國3400多名外國友人 造訪立法院的場景 將不復見 而促進台灣與民主盟友接軌 和協助國會外交的民主基金會 按照慣例 由立法院長兼任董事長 一想到這個人選可能是韓國瑜 基金會政黨代表感到很憂心 這個部分影響很大 在溝通的過程 被他們認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 會造成整個國際社會 對台灣非常嚴重的誤解 韓國瑜過去擔任立委期間 整整四個會期質詢率掛鈴 當市長期間也曾被地方里長酸苦民所苦睡到中午 真有辦法扮演好院長角色嗎 韓國瑜自己對於他當立委的時候 他的表現 他自己都不滿意 所以大家一直去扯他 自己都不認同那一段過去 然後去去攻擊他 我覺得不厚道 儘管準藍委幫緩加 但從親中立場到問政待責 韓國瑜的國會龍頭適格性 讓外界大上問號 專員林凱鈞 周凱斯小組台會報道